台湾故无时也 连恒先生撰写的台湾通史 开宗民意的这么说 台湾真的没有历史吗 乍看之下 似乎确实如此 有关台湾的历史 在荷兰人聚台之前 似乎是一片空白 其实根据已经证实的记录 秦汉时期的东提就是台湾 三国时期改作宜州 隋唐时期 它的名字变成琉球 到了明清时期 才终于叫做台湾 千百年来 居住在台湾这个岛上的人 除了原住民之外 他还兼容并蓄地 接纳了各地来的移民 经过不断的翻搅与融合 呈现出现在多彩多姿的样貌 大约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大量的汉人开始以啃台湾 不仅丰富了台湾的内涵 也开启了传统中国人 安土重迁的生活新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荒烟漫草中的墓园 人们总是视而不见 里头的主人翁名叫严思奇 严思奇或许不怎么有名 不过他却是历史记载中 从大陆以啃台湾的第一人 严思绪是张州海灯人 他在生完一六二一年 的努力八月二三 顶着我们本港 就是现在的北港客 就来在我们水纳 人处寮的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人处寮 还可以看到他当时来 有了这个买地形的部落 他这个买地形 还可以说 还可以收 厨和厨都背对背 航头都可以收 工房的系统做得非常好 西元一六二四年 就在荷兰人占据台南的那一年 同时也是郑成功出生的这一年 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和严思奇 率领着一群汉人登陆奔港 就在今日的北港新港一带 开启汉人移居台湾的新始业 虽然严思奇带起第一波移民台湾的热潮 不过要说谁真正在台湾 扎下身后的根 可就不能不谈谈郑成功 西元一六二四年 他在日本贫户的海边出生 丹明森 入名福松 取的正是福建之松的意思 这一年 他的父亲郑之龙 正在故乡福建泉州 招募大量相亲 开墾台湾 出生后没有父亲陪在身旁 郑成功与日本籍的母亲田川氏 在日本度过了七年的岁月 七岁后 被众世功名利禄的父亲带回福建 要他以科举之路求取功名 这时候的明朝帝国在满清强力的寇官下 已经岌岌可为 遥遥欲坠 西元一六四六年 赐郑成功国姓 并取名成功的明龙武皇帝 在福建被俘欲害 郑之龙也投降了满清 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 郑成功愤而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烧毁如福 投笔从容 誓言恢复明氏江山 他反清复明的武力 恰是接收自父亲的武装商船 郑之龙 有人说他是商人 也有人说他是海盗 他靠着庞大的船队 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海上贸易 俨然海上霸主 他在严思齐死后 成了首批千台汉人的首领 当时故乡福建 正巧在闹饥荒 郑之龙在接济的同时 更以每人给银三两 三人给牛一头的优渥代价 鼓励乡亲以肯台湾 于是汉人激增 为汉人移民 大量涌入台湾的第一波 虽然他最后 与带领第二波移民潮的儿子 反目成仇 立场对立的父子 就这么在历史的摆弄下 前后为台湾注入心血 望着眼前普学的城镇 很难想象 它有着显赫一时的过往 西元1078年 宋王朝在此设置士博斯 开启泉州在贸易上璀璨 元朝时 泉州甚至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港 泉州人也自然而然的 以会做生意而闻名 以贸易经商 飞腾一时的郑之龙 就是泉州人 物极必反 历史的潮水来得漂亮 去得也非常从容 明朝末年 福建的开发已激进饱和 再加上连年饥荒 移居外地 便成为求生存的另一种选择 顺着潮流 在郑之龙的号召下 泉州乡亲纷纷渡海来台 占移居台湾人口的最大宗 又可细分为三亿 同安 安息等三股移民 三亿人 其实指的是泉州府 晋江 惠安 以及南安等三个县来的移民 台湾俗愿中 一府二路 三蒙甲的辉煌记录 就是由他们缔造的 而每到年节时分 台北市民总不会忘记的迪化街 则是由同安县来的移民 开创出它的绝代风华 至于安息人 则靠着故乡丘陵地 所培养出的谋生技能 为台湾注入一股茶香 谱出了台湾的茶叶史 在敏月掀起移民潮流的时刻 最让移民们畏惧的 恰好也是海峡的潮流 因此先民在渡海时 总不忘齐请妈祖娘娘护佑 妈祖是梅州人士 俗家姓林 因为出生至满月间不曾啼哭 所以取名墨 一般人叫她墨娘 她在十多岁的时候 得到了道典秘法 以及俘虏之后 便经常入定 以元神帮助遭遇海难的乡民 如此经过数年 妈祖最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 羽化登仙 从此传闻神迹更是不断 也正因为如此 妈祖自然而然的 成为渡海先民们 最崇敬的守护神 妈祖的信仰 在敏月一带坚定的深入民间 以至于满清在攻打 民政军队的时候 更堂而皇之的 以妈祖显灵布军的传说 试图瓦解民政的军心士气 不仅如此 在台湾跨入清朝版图之后 满清政府对妈祖信仰 更是大力提倡 使得它渐渐成为台湾民间 最主要的信仰 直到今日 妈祖信仰依旧深植人心 信众参拜 络绎不绝 西元1650年 始至反清复明的郑成功 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 与满清王朝周旋于大陆东南沿海一带 当时闽南一带的平民 纷纷加入他的行列 于是郑成功的军队 很快地扩增至17万人 拥有战船高达3000艘 郑成功沉船上面 我们发现了不少的文物 主要的是有兵器 它的兵器有铁炮 还有铜冲 地雷 手雷 鸟冲 像这个地雷和手雷 应该说还是第一次发现 因为沉船上的地雷手雷的发现 也改变了过去一些写者 对郑成功的使用的火器的一些观点 西元1659年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 清廷更趁势对东南沿海 实施海禁及牵戒政策 海禁令 已使得东南沿海的贸易几大停顿 牵戒令 更让沿海地区40里宽左右的范围空无人烟 这些策略使得郑成功在大陆的经营一发困难 不得不把目光摆向台湾 以求一长久之地 终于 在打败了长期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后 郑成功顺天应时地 承续了父亲在20年前所推动的潮流 对台湾进行了第二波的大移民 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带领的不只是自家乡亲泉州人 还包括了福建漳州的居民 以及广东的客籍人士 公元1661年的时候 郑成功为了开辟一个理想的抗清基地 和缓和斗争的需要 当时就决定守护台湾 他和他的儿子郑金 先后带领米囊和客家子弟 移居到台湾去 那就是台湾历史上所谓的第二次移民高潮 在这次移民当中 移民主要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军事移民 大约有三到四万人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民间移民 民间移民就是当时 亲政府在大陆沿海各地 施行了严厉的迁界政策 当时郑成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下令说把沿海之藏民 找到东土 就是找到台湾去 当时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沿海很多流离失所的民众 在郑军的捷影底下 移居到台湾去 遵循着一般鲜民渡海的例子 郑成功的大军 先行驻扎在澎湖 等待潮水 准备进攻台湾 但郑成功并不是进入澎湖的第一人 早在元朝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是中国的版图 由于海盗横行 还曾经在这里设置巡检司 功能类似现在的派出所 西元1661年 郑成功率领着两万五千名部将 趁着潮水攻进了路尔门 开启了台湾史新的一页 今日的路尔门在荷兰人统治时期 还是个海湾 名字叫做台江内海 被荷兰人建造的两座城堡 狠狠掐住索要 本该固若金汤 或许是运气好 或许台湾 何该是中国人的天下 郑成功进攻当日 潮水适时大涨 第二波的移民潮 也顺势涌进台湾 当年威吓一时的两座城堡 就是今日的安平古堡 与赤坎楼 各自孤零零地走过四百年 共同见证着岛内的悟患心仪 沧海桑田 团结就是力量 分裂则自取灭亡 历史的经验 一再反映着这个道理 却也一直在重复着这个现象 郑成功以台湾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却因为忧劳过度 在入台不久后便撒手人寰 从此一场场轻痛愁快的政争 在郑氏后人手中展开 为争夺继承权 原本留守在厦门的 郑成功的儿子郑晶 火速赶回台湾 与叔叔郑习 展开一场权力斗争 最后郑晶胜利 顺利继位 这时明正的军事实力 已然耗弱 无独有偶 郑晶死后 儿子郑克脏与郑克爽 同样也为争夺王位 而起争执 这次的权力斗争 更是腥风鞋雨 虽然弟弟郑克爽 后来顺利继位 国力已燃大伤 摇摇欲坠 不久 投降清廷的郑成功叛将施郎 于西元1683年 领着清军征讨台湾 民政军队再也无力反抗 终于败亡 17世纪时 作为来台移民的第一大宗 全州的三亿人 将台湾经营的有声有色 台湾早期商业鼎盛的地区 如南部的台南府 中部的陆港 以及北部 在当时还称为蒙甲的万华地区 都在他们的手中 开始发光发热 贸易经商 原本就是全州人 最擅长的本事 来台后的全州人 不改本色 依旧用最擅长的活迹营生 当时依照各种行业别 或区域别 所组成的贸易团体 叫做郊 或者称为行郊 他们在大陆台湾之间 以货船互通贸易 掌握着台湾的经济大命脉 而这些行郊 有大部分掌握在三亿人的手中 三亿人势力之胜 可想而知 经济繁荣带来了文化发展 全州优秀的议将与文人 也被台湾蓬勃发展的风华 吸引前来 当时的鹿港 甚至有繁华游四小泉州的美名 不让故乡专美于前 移民出奇的台湾 生气勃勃 看似繁华热闹 实则问题丛生 由于家乡敏月两地 丘陵众多 各地交通不便 于是自成聚落 自扫门前雪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这些人来到台湾之后 这个现象也跟着飘洋过海 在此落地生根 平常就鲜少往来的各地移民 在商业利益的竞争追逐中 更容易以地域性而引发冲突 西元1853年 因为日益明显的商业利益纠纷 同样来自泉州的三亿人与同安人 在盟甲爆发了著名的顶下交拼 顶下交拼之后 盟甲的人因为把同安人打败 然后这一批同安人 就从今天的中华南路长沙这一段 到了这个大浓洞 转到了今天的地方 就是大稻城 之后 这一个时间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不久 这个国际的力量 进入到我们的台湾 所以台湾 在咸鸿熟年对外开港 所以外商 洋行 洋商 进入了我们的台北 而这个时候 这个外国人到了盟甲 遭遇到很大的排斥 所以外商不得不 就进入了新兴的这个 迪化街 就是今天的这个大稻城一带 同住关系这段时间 这个淡水河的这个水位 河床 也有了变化 盟甲的地方的这个水位 低了 反而在这个大稻城的这一段的这个淡水河的这个河体相当的好 所以这个外国人也好 我们中国人住的这个吃水量大的这个船都可以来靠岸 所以这个环荣起来了 接着到了这个光绪年间 这个新任的第一任的这个巡护 刘明船 刘明船呢就看到这个台湾的北部啊 因为各行各院的寻寻向荣了 所以北部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特地安排了 主定这个大稻城 像贵德街啦 迪化街啦 环河南边这一段啊 河边呢 作为洋行的特定区 这样一来呢 这一个一心 一个保守 迪化街为主的这一个大稻城呢 就成了我们台北市啊 在当代了 这一个最繁荣的一个地区了 所谓的交拼 就是商业团体之间的泄斗 在顶下交拼中败震的同安人 带着家乡的守护神陈皇爷 辗转从蒙甲 往北逃到今天的迪化街一带落脚 此后便依着凤寺城皇爷的 峡海城皇庙 与凤寺妈祖慈圣宫为中心 在今天的迪化街一带 开发属于同安人的世界 发展贸易 传承文化 时至今日 年延三百载的迪化街 风采依旧 不简当年 在台湾的发展史上 可说是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的最佳力政 随着三亿与同安人带来了贸易 泉州的第三股移民 安息人 则为台湾带来清分的茶香 当初 安息人捧着清水祖师爷 关山远远的来到台北丘陵间 落地生根 清水祖师俗名陈昭应 为宋墨抗原名将 宋王后 隐居在福建安息的清水盐 肯田远远 深得民心 安息人称其为祖师公 把他视为守护神 安息人来到台湾后 为何选择丘陵地落地生根呢 原因无他 因为家乡就是这个模样 也是丘陵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 习惯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环境 也最能疏解乡愁 总之来台的安息人 从此他乡便故乡 茶叶也就这么跟着住了下来 直到现在 这里还一直是台湾 唯一的铁观音产地 占大陆移居台湾第二大宗的 是同样来自福建的张州人 张州人 有一条世代传下的家训 百般武艺 不如锄头锄地 因此张州人在台湾 也自然而然地 以土地开发出名 张州府素有闽南古仓之称 自唐代以后 农耕就一直是 张州主要的经济活动 直到明清时期 贫瘠的张州丘陵 已经不服张州人使用 于是人民开始外移 说到张州的开发 不得不提开张圣王 开张圣王俗名陈元光 是唐朝的名将 唐高宗时 年仅21岁的他 率兵攻打福建地区的蛮夷 大获全胜 后来在福建开建张州张浦郡 受命为张州刺史 也因为他保境安民 张州地区 从此正通人和 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后来陈元光在一次讨伐满族的战役中战死 张州人感念其恩德 建庙祭祀 遵奉为开张圣王 建古可以知今 人民爱戴的 不见得是一个开疆辟土的霸主 也不会是个夸耀公鸡的领袖 宗教结义 勤政爱民 受崇敬 勇响香火的功臣良将 绝对不仅仅是偶然 眼前这千末纵横的世界 开发的功劳 手推张州人 张州人开发土地 有其独到的方法 比较有钱的张州人 会先透过官府 取得土地的开垦权 然后再将土地分租给其他人开垦 这些成租土地的农民 当然是来自同乡的自家人 所以张州人的聚落 得以迅速地发展 以大西的开发为例 来自张州的林平侯功不可没 林平侯就是板桥旺族林家的开台族 他在西元1818年间 来到大西的时候 便积极收买其他人的垦荒权 并透过官府 将许多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土地 也划入开垦范围 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垦首 快速扩充他横扫北台湾的家族产业 不仅如此 林平侯更结合经营米盐生意的经验 将租管发展成为土拢间 除了粘米厂的本质外 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农民银行 有了这些措施 张州阿哥林平侯很快地 就成为永帝南至新竹 东汽宜兰的大地主 北台湾也迅速变换着沧海桑田 时光流转 转眼上下已过三百年 动荡也好 太平也罢 现在如果要了解自家移民的历史 追查自家的族谱 会发现各家族的族谱 或多或少都有散意的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在台中彰化一带特别严重 原因误他 因为清朝两次最大的民乱 都发源于此 台湾素有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乱之称 如此明艳从何而来呢 原来台湾早期移民 常常因为利益纠纷 而导致冲突 引发泄斗 这时如果官府处置不当 或偏袒其中任何一方 单纯的泄斗 往往会演变成抗官事件 西元1786年 也就是乾隆51年间 原籍张州平和的林爽文 以天地会名义启示 剑员称帝 势力几乎遍及全岛 台湾官府无力镇压 围如雷卵 初期清廷调派四千兵力来台镇压 历时数月不能奏效 乾隆皇龙颜大怒 加派兵力评乱 共动员四省十万兵力 历时一年四个月 才把乱世平定 台湾在清朝统治期间 动乱频繁 出了不少乱民 也出了不少平乱的义民 今日处处可见的包中词 义民庙 都是因应动乱而生的历史见证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人们才肯摒弃互相敌视的心态呢 张作人他们在这土地的开拓 大面积的开发 或者是运用这一种 同乡地缘关系 把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 在历史上特别可以强调 乾隆年间之后的 这个台湾西部的平原 这些可耕地面积 大概饱和到之后 到后山的卡巴朗 就今天的宜蘭市 开拓的 这无沙 无沙基本上也是率领 90%以上的这个张州人 进去开墾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来看看 台湾的土地的开发 如果是以原乡主基地 这一种状况来谈的话 这个河口港的港府 是全州人 土地开发比较上来讲 贡献大的 这个比较有特色的 张州人大概也可以做一点代表 除掉民乱不谈 发生在台湾的蟹豆事件 更是不计其数 最严重的当属枝山岩蟹豆 西元1859年 聚居社子的泉州人 袭击士林的张州人 张州人不敌 而败逃之山岩 到了退此一步 极无死索的地步 最后张州人拼死一战 虽然打退了泉州人 但战死的张权冤魂 已经无法署清 同归原有属 一所岂无缘 简短的对联 倒进了先民用血 来抿平族群冲突的愚昧 乾隆年间 大概我们台北市是宝河了 那么这个所谓的宝河 就是告诉我们 以前的这一种 以原乡的这一种乡党 就是这个主基地 为这个团结的 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容易产生这个摩擦 造成这种主群之间的 这种血度 那在我们台北市 很严重的 就是有这个顶下教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在这个初三年山上 废基工我们欣赏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遗迹 那这当中就是牵扯到 当年的这一种血度 那么这个血度的结果 很惨累 也非常的不幸 全州人是把这个村庄 把它浑化 把它烧掉了 所以旧的这个士林 这个旧的八支南林庄 是在今天的这个枝山沿山 到这个士林的这个 现兵的叫枝山战这一带 这是旧士林 这个被烧掉 到了这个同志年间 才重新规划 所以新的士林 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所谓的士林 那这个原因就是张权系统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狭隘的这种主权观念 狭隘的这种地方家乡观念 都曾经在我们的台湾的历史上 发生很多不幸的流血事件 早期的台湾移民 不成文的 有了先战先赢的默契 这种占地为王 看似原始的行径 却对蛮荒野地的开发 有着无比的贡献 在淡水 因为开发已经饱和 所以后来的人 只有继续向东挺进 走的路便是今日的草林古道 沿着芳草栖栖的古道 翻越了东北方 以西班牙文San Diego 命名的三凋岭 先民们就这么一步一脚印的 辗转来到宜兰 说起宜兰的开发 当地人一定会提到吴沙 吴沙是张州张普人 移民团体的领袖 熟悉宜兰的情况 在嘉庆年间 领着一批移民进入宜兰开墾 恰巧原住民 嘎玛兰社会里天花肆虐 懂得医术的吴沙 以草药施旧 因此得到嘎玛兰人的信任 愿意分地给吴沙唾肯 于是汉人见多 蓝阳平原也就得到充分的开发 宜兰县袁山乡是台湾歌仔系的发源地 歌仔系原来是宜兰地区的一种民谣曲调 传唱自袁山乡的乡民欧来住 它当时所传唱的歌谣 原流是流传在大陆闽南一带的民谣 随着移民潮而辗转传入台湾 结合了车鼓戏的表演身段及装扮 而形成最初的本地歌仔 后来随着传唱日趋普遍 再度跟着台湾的歌仔戏团 飘扬过海地回流大陆 成为闽南地区流行的香剧 热闹的戏曲从故乡来 在外脱胎换骨 功成名就之后 当然要依井还乡 乡音不管是对岸的故乡 还是此岸的家乡 总是亲切得很 游纸伞是过去一提到美农 一般人脑海中马上会浮现的一组图像 近几年来 这种对客家人约略的印象 增加了客家人所坚持捍卫的好山好水 以及为了美农这片好山好水 所表现出的义无反顾 维护传统的客家人性格 倔强的性格从何处而来 来自于对台湾现实环境的适应 还是来自于那奔腾在广东丘陵山剑里的古早基因呢 宿idy baa 女人相当于台湾现实环境的林寺 其道西基因李生 说演技所用的 用于市区坚持 本身最初衷的 223 一权 计划 一权 所以我做了現在差不多70人 現在就太快有很多人做 那些人真的不要做 沒辦法做就快做了 沒辦法了 因為在韓國的省力沒有 我就是大王上的朋友 就說省力好 我做了快樂 隱身在美濃的巷弄中 這位老先生他的原鄉 來自廣東省梅縣 正具體而為地表現著客家人的性格 堅持著樸素堅持著傳統 堅持著守住全台灣最後一家客家傳統服飾器 四谷街山 在這個被群山環報的縣城 是移民台灣的客家人最主要的原鄉 梅縣 它同時也是客家先民進入廣東定居較早的地區 主要人口是來自中原的氏族 為了躲避戰禍輾轉南迁 而終於在此處落腳 因此他們也對傳播中原文化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現在已經改成梅州的梅縣 靜內多山 因此客家人在中國大陸也被昵稱為中國的山地人 始終做客他鄉 十日久了 他鄉自然變作故鄉 從梅縣周邊地區移民台灣的客家人 一般人把他們歸類在四縣腔 主要聚居地點在高平地區 也就是清朝時期的六堆 而沿海地區說海陸腔的客家人 則聚居在北部的新竹和桃園一帶 清初對渡台移民有三項禁令 其中一項禁止朝善人士來台 擺明了針對客家人而來 原來當初廣東人曾經幫助民政軍隊 讓清初負責攻台的師郎吃了大敗仗 事後師郎俠願報復 於是有了這條禁令 然而再怎麼禁 也見不了客家人堅毅的性格 不僅順利來台 還堅持沿用了故鄉的地名 堅持著自己的源流 客家簽名由廣東梅縣交零一帶 遷移到台灣 他們首先到的地方是台南 不久他們探知下淡水溪 有一塊尚未開發的平野 他們就南下 首先到達的地方就是爛爛庄 也就是現在的萬丹鄉四圍村 後來他們又沿著東港溪往上游遷移 首先到的是竹田內埔 再到萬蘭 然後北上的到林若長治 南下的到嘉東新疲 到康熙六十年 客家組織已經有十三大莊 六十四小莊的規模 雖然禁令不能禁絕 但客家渡台者較少 卻是不爭的事實 就在今天的高雄美農 向南直到屏東嘉東的這塊地區 現在雖然分属兩個縣 但在清朝的時候 卻屬於同一個客家聚落 並且有一個很鄉土化的名字 叫做六堆 六堆的原意是六堆 是住在這裡的客家居民 在清康熙末年時 為了保護自己 免受朱衣櫃之亂的荼毒 於是自動組成防禦聚落 分別為右、前、後、中、先鋒 以及左隊 後來為了要跟軍隊有所區別 乾脆取其諧音 改稱為六堆 在六堆之中 位於今日屏東縣內埔鄉的後堆 雖明之為後 卻是六堆的軍事與信仰中心 處於六堆的心臟地帶 就在今日內埔市街中心 古色古香的天后宮 早在朱衣貴作亂之前 就已經慈悲地 護佑著這裡的鄉民 而一旁的昌禮祠 則是全台灣唯一一座 奉似韓裕為主神的廟宇 換句話說 這裡也是六堆的文教中心 為六堆帶來了鼎盛的文風 依山而居的客家人 敬畏的當然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山神 於是從雲香奉請來的三山國王 理所當然地成為主要信仰 三山國王原本是三座山的山神 分別為金山明山以及獨山 都位於廣東省潮州府境內 因為有過顯靈毕名護國的公姬 而被朝廷自封為護國公王 則又黎明百姓 也許是處於相對弱勢的環境使然 或許是受出奇的動盪背景所影響 六堆的客家人 百年來一直謹記著團結才能自保的教訓 確實地落實了互助合作 守望相助的精神 朱一貴之亂時 團結自保的六堆平亂有功 獲清廷赤峰為義民 並建立一座中義亭 以包揚為平亂而犧牲的客家英靈 後來乾隆年間的 林爽文之亂 六堆客家人 立了更大的功勞 乾隆皇帝 不僅搬似六堆客家莊為包中禮 更親疏包中二字匾額 准雨懸掛莊口 光耀文眉 尤立客家鄉 最讓人難以忘懷的 大概就是鄉親們口中畅快淋漓的山歌了 之所以稱為山歌也沒什麼道理 只因爲客家居民 常傍山而居 客家山歌素有九槍十八調之稱 在歷經數百年的各自發展後 曲調雖然已有所不同 但背後那份勤儉 淳樸 以及維護傳統精神的心 卻如出一撤 隨著荷蘭、西班牙、福建 乃至於客家移民的先後湧入 台灣的原住民 在生活建起波蘭的同時 只能無助地一再退位為最弱勢的一群 所幸平埔族的原住民 在長期與漢人衝突、協調與融合之後 使得原漢之間的憤跡不再明顯 青出時時海盡 漢人要到台灣開荒拓土 只有單身者才能前來 因此這些來自大陸的羅漢喀 就很自然地與平埔族女子通婚 台灣俗艷說 無等三公、無等三麻 指的正是這個現象 以宜蘭的平埔族 嘎馬蘭人為例 自從漢人開墾南洋平原之後 原住民熟悉的山林遭到破壞 使得謀生日益困難 在青出時便成為台灣社會的底層階級 就像當初漢人離開原鄉一樣 原住民為了生活 只得無奈地離開家鄉 尋找新的家園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 平埔族原住民在蘭陽平原境內 展開大大小小的移動 最後他們尋覓到的新天地 就是花蓮平原這塊地方 就在這裡 百年來被稱為加里丸族的這群人 他們的本名正是嘎馬蘭 國巴蘭族呢 台灣蘇國平埔族群這一 在漢華最晚的一個族群 一百多年前 國巴蘭族以前在伊蘭平原 漢人的秦叫做武沙從大陸沿海的福建省 蔣州這個地方 帶來流浪漢 就是沒有娶太太的人 帶來伊蘭這個地方來開墾 當時的伊蘭人 這個國巴蘭人呢 人少地匡 那麼國巴蘭人是目視社會 所以漢人呢 就利用種種的方法呢 接受國巴蘭族的小姐 就和國巴蘭族的小姐結婚 慢慢的國巴蘭人就通話掉了 後來有部分的國巴蘭人呢 因為生存空間呢 沒有這個土地 一百二十年前 搬來花蓮加里丸這個地方 因為移民匯聚 台灣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 與多元的文化內涵 然而卻也因為移民間的立場不同 而有了衝突與爭執 因衝突而敗亡的例子 在台灣屡見不鮮 明正王朝因為內鬥而輸了江山 清朝的民變因為內鬥而不成戲鬥 上下四百年 兄弟戲牆的戲碼從來沒有停過 現在該是正是他的時候了 一會兒 和有兩時的地方 他可以保持 在大陸中 和大陸中 有四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